莫乃干又自打嘴巴了 和連鎖零售店合推優惠的TNG電子錢包 這幾天被傳媒踢爆問題多多 怎麼知道莫乃干一邊說公司要有牌 另一邊就疾傳媒和市民太害怕青 在安全保安方面要有一定的基本水平 都是要看有沒有發牌 有時有些東西可能有少少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一定就好像說 嘩我們現在就很緊張 傳媒大事報道 嘩莫典員你沒事啊 這件事涉及錢銀和個人私隱資料 這麼重要的東西你還疾市民傳媒太緊張 你自己都懂得說 資訊保安很重要 喂TNG說可以幫人交電費煤氣費 但原來沒有拿到這些公司的授權 還是用人手去幫人入帳 一個涉及錢另一個涉及私隱 很重要的嘛 這麼荒謬的東西你覺得沒問題 你自己又懂得說 公司要有牌才能做這件事 喂金管局說明TNG不是應可的機構 那就是無牌經營啦 好心莫乃光你 不要經常折打嘴巴 雙重標準啦 看見是火來買 還有啊都不知道你真不懂還是假不懂 一個電子錢包要成功 除了要有牌 系統要安全 最重要是要有龐大的客戶基礎 好像eBay和淘寶 甚至Google和Line都是一樣 作為科技界議員 這麼基本的東西都分析不到 莫乃光 不如你回歸學多些東西才出來說話啦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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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us